各位早晨 早晨 今天我帶了太太一起來 我進入停車場的時候 我帶她去那裡 進入停車場的時候 我太太說準備Happy Time 每次來到我解釋不到 有一個喜樂在裏面 這個教會充滿神的喜樂 這個是聖靈的果子 其中一個人愛喜樂和平 很感恩 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裡分享神的話語 知道今天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因為你們小朋友學站開課 是今天第一天 很多家長都來到親林 我剛才跟一位墨西哥的家長 已經談了好好認識到 她兒子很活躍、很參與、很開心 學到很多東西 真是感謝主 我今天選擇了這個題目 叫做《豐盛的人生》 我都希望我們去思想一下 到底人生的意義是甚麼呢 我們做父母非常之牢碌 我們要照小朋友上學、放學 跟她穿衣服 跟她出生就開始忙碌了 幼稚園上學校 跟著到中學、大學 又要擔憂找哪間大學 是吧 我們到底做完了 我們自己做工 做到差不多年紀 就退休了 退休 跟著就年紀大了 養老了 到底人的一生 是不是就是牢牢碌碌 是沒有意義的呢 那就過去了 所以今天我們一起用到思想的問題 大家都聽過 這個Steve Jobs 這個人 以前他就是創 其中一個有份創立 這個Apple Computer 一個總裁 他的President 他就在2011年 他就因為這個兒藏眼 是離開了世界的 劉全就說 他的妹妹在他臨終的時候 說了三句話 這三句話就是 噢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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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知道他為何會說出這三句 噢哇 有人估計他 會不會是他見到一些異象 他覺得很驚訝 亦都有人說 有可能他是 看到他的家人 親人離開了 那個愛的那種喜樂 他很感動 他好玩 但是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們不能夠推測 不能夠估計 但是另外 亦都在網上流傳 他曾經說過一段的話 但是沒有人證實到 是不是他說 不理會是誰說 但是這段的話 我看過 我覺得是非常之有意思 不是值得我們去思考 那這番話他怎麼說呢 他就是說 我已經去到這個商業界的 成功的高峰 擁有的財富 已經多到成為我 平時生活的一個疾問 但是在這個時候 當我躺在這一張的病床上面 再回憶起我的一生 我意識到 那些所有 我認為非常自豪的財富 在我離站 差不多離開世界的時候 都變為蒼白 無色 毫無顏色 變得毫無的意義 因為你可以聘請一個人 去為你開車 為你去賺錢 但是你不能夠叫別人 來幫你去生病 去挨疾病 所以他說你要珍惜你的家人 你要愛你的伴侯 你要愛你的朋友 要對自己好些 要珍惜他用 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們已經慢慢去意識到 有智慧了 去意識到這個 無論是300元 或者是30元的手錶 它都是給我們看同一個時間 無論我們今天 用一個300元或者30元的手袋 都是代這麼多的錢 無論我們駕駛的汽車是15萬元 還是3萬元 那條路是一樣那麼長 我們都是同樣的到達這個目的地 無論我們那間屋是300平方尺 還是3000平方尺 當我們感到孤單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一樣 他說你會意識到 你真正的內在的幸福 並不是來自這個世界的物質 無論你坐飛機是頭等艙 還是經濟湯 如果飛機是墜位 你都會一同的墜位 所以我希望你認識到 當你有伴侶 有夥伴 有老友 有兄弟姊妹 跟你一起去談天 談天地 說笑的時候 這個才是真正的幸福 當然我沒有人知道 這句是不是他講 但是這一段的說話 給我們真是華人心性 由我們思想 我們牢牢滅滅滅滅 到底是為甚麼 原來最重要的 並不是我們的財富 沒錯 他講得很對的 我自己在思想的時候 錢是可以買到很多的東西 但是並不是可以買到最重要的東西 例如你可以買到藥物 買不到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買到一張床 可能是很舒服的 有按摩的 有電動的 可以升高的 但是他買不到你 你會睡覺 如果你實眠 幫不到你 錢可以買到一些很好的食物 珍修百味 開鮮 如此 但是他買不到你一個的胃口 錢可以買到很名貴的手錶 好像電視機經常賣的 那隻 Batak Phillip 我以前聽過 有的擺了七千元一隻 哇 但是他說 你買過這麼漂亮的手錶 但是其實你和我三十元黑色 那些在Ross on sale 都是在那個時間是一樣的 準確 還太陽能力 照太陽能力 所以沒有分別的 其實多少錢是沒有分別的 那麼他說 你要珍惜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親人 你身邊那一位伴侶 和你受了這麼多年 你的家庭 你的兒女 你的朋友 你的兄弟姊妹 當然了 我的心態是說 我們是神家的兄弟姊妹 亦都是包括家庭的兄弟姊妹 這些是一個寶貴的時間 一同去談天說地 我們今天在這裏 講天堂 講地 講世人 我們在這裏 談天說地 就好像今天我們在靠於這個地方 那樣 我們那些弟兄姊妹 和睦同居 有人用恩賜煮東西吃 有人用恩賜來唱歌 有人用恩賜來鼓勵 有人用恩賜來接載 這就是天國的縮影 這就是最快樂 最值得 我們去珍惜 那一個市民 我記得當年 我曾經在佛斯科 超級市場 做過assistant manager 當時 就是年輕 我就要爬 這個corporate ladder 我要去成功 去有事業 去呼籲 結果呢 那一點 你以為 開頭做個receiver 一路一路上去 做到management 誰不知 原來那個時間 是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那schedule 是寫八個小時 做了十二個小時 十六個小時 結果 就算做不完 那些payment work 要拿回家 在家裡再做 每一次 那些Christmas Eve 平安夜 聖誕夜 我在工作那裏 不可以跟家人的 他打電話來 My happy new year 我在 因為最忙的那些日子 Hot of state 人家買東西 說你不能走 公司要找你 不能走 所以一生就是 給了我的工作 給了你的時間 但是現在這個passive 這個規模 提醒了我們 到底這些東西 是不是人生的意義呢 當我們遺棄了家庭兒女的時候 是不是人生的意義呢 在美國心理學的研究當中 他説每個人有30%的空迫 我們是填不到的 裏面那個空虛感 無論你有很多人嘗試用金錢 用名利 用很多東西 所以沒有辦法裏補這個空虛 而這個空虛是怎樣補充呢 就是我們要看一下 今天那個 風盛的人生在哪裏 但是原來 他這一個就是 風盛的人生 他就是 原來神有一個計劃的 但是在約翰福音十章十節那裏說 他說 主耶穌說 我來是要叫 原文叫羊 但是也有翻譯為人 他的意思 其實是 我來是要叫人來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原來今天我們每一個人來到世上 是有一個目的神做 我們是有一個美麗的計劃 他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豐盛的生命 不是一個枯燥的生命 不是整個來完熬了一大餐 就離開這個世界 不是的 不是這樣的 不是要來受本 而是這個風盛生命 是主耶穌告訴我們 是神的計劃 但是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何來得到這個風盛生命 因為我們以為這個風盛 在我們自己手裡 就是這個 車環的房屋 這個 黃桂的汽車 就像剛才說的 炸靈車 住大屋 以為這些 生活豐富 這些就是 豐盛的生命 其實 這個廚道書 他怎麼會說呢 他說 他怎樣從無胎赤身而往 也必照樣赤身而去 他想牢碌得來的 手中昆暴不能帶去 當然我們來到西藏 我們要努力 要做好 我們要照顧家庭 但是 我們是不是要追求這些東西 到達一間很大的屋 很名貴的首飾 但是 神的智慧 這個廚道書 告訴我們 我們怎樣從無腹赤身而往 也都照樣赤身而去 意思就是說 我們人是空空而來的 世界上 是不得任我們走的 我們今天的努力 沒錯 我們都要生存 我們要做 但是 如果過分追求 對我們有沒有益處呢 所以呢 真正的豐富 真正的豐盛人生 並不是在外面 這個物質的豐富 而在內裏面 那個 是心靈裏面 那個的豐富 這個才是重要的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 譬如你做到CEO這個位置 如果你今天追求做到總裁 最高位置 賺很多錢 很多人工 但是 你都要犧牲你休息的時間 因為我剛才做 就是寫了一個小時的Lunch break 我永遠沒有 一小時的Lunch break 之後呢 每次你想打 他就有電話 他就是Customer Service 所以 你根本上 你越高的職位 你的犧牲就會越大 你當中 可能會熬到有疾病 有高血壓 有糖尿病 或者是 有很多做餐館 我聽說 做棋台 他有神 因為他看得到 忍著這些料 他不去小便 所以你想想 如果 我們 到底要想想 這些是否人生的意義呢 我們要知道 在 這個哥羅西書 一章十九節 他說 我們的封城生命 就是說 因爲父喜歡 叫一切的封城 在他裏面居住 這個他就是主耶穌基督 真正的封聖生命 不是在我們的物質上面 而是在耶穌的生命上面 而這個封聖生命 是 好像這個happy faith 是有喜樂的 是有平安的 而這個封聖生命 最大的 帶給我們的祝福 就是這個平安的喜樂 裡面分開三種的平安 第一種就是 和神和好的平安 為什麽和神和好的 當我們和神和好的 我們就會 是 罪 我們的罪得射免 那有些人說 爲什麽 爲什麽你說我有罪 正經告訴我們 世人都犯了罪 爲什麽 爲什麽 因爲這個罪 並不是說 我們會殺人殺火 或者什麽 而是 當我們達不到 神要求那個標準去做事 又或者我們去射一支箭 射五種紅心 這個就是罪 又或者我們拒絕神 去反叛祂 我們偏行紀錄 做我們不應該做的事 這個就成為了罪 而罪所帶來的功架就是死 現在很多人 他在上天堂上天堂 他是用自己的方法 在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方法來追求 有些很多宗教 就叫我們做好事 例如 譬如你積一些功德 你夠了 你就可以上天堂了 但事實上 如果你時想一下 你要做到多少功德 才能上天堂呢 譬如這個人說 我每年都捐成一百萬個 我一定會上天堂了 但神怎麽說 不是靠你的行為 免得地自誇 其實神的標準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能夠達到祂的要求 所以沒有人能夠自己救自己 唯一 因為有些人說 我將一條命死了 那我賠回我的罪 但是我們的罪 我們是有罪的生命 是不能夠受罪的 唯一是什麽 是一個公義聖結的時候 能夠幫我們洗淨我們的罪 這個就是耶穌基督 他來到世上 他說 唯有基督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 就此向我們掩命 是因為神的愛 主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放生為人 他本有神的形象 本是神的 但是他為了我們的原本 成為一個人 今天他受死 而他的死就代替了我們 我們今天 只要相信接受了他 我們的罪就會射滅 你想想 曾經有個說話叫做無罪 就是一身輕 我記得我以前 曾經有一次拿了一張 交通的報告 但是我的心當然不介意住 就是你拿了一張 那些銀行 整天死了 又擔憂要上坡 又很多的不舒服 到最後呢 直至到最後 我給了一些錢 再去上海 traffic school 搞斷了 那我就有一個平安在裡面 同一個道理 我們今天世人 我們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 但是這個 所謂的宗教 他們就是解決不了罪這個問題 無論做多少的好事 做多少的事 仍然這個人的罪都是解決不了 這個罪的功架是死的 所以我們是不能夠得到這個最後的安息 唯有主耶穌 祂說 祂這個福音說 不是靠你自己行業 而是靠我 不是靠你去死守教條 而是靠我這個神聖 聖結無瑕疵的身居 為你頂殺你的罪 你只要相信接受我 這個罪就一不勾銷 是欣著主耶穌基督的 所以一個罪人 如果我們一信了耶穌那一剎 我們即是無罪一身輕 就是因為我們的罪得性 第二 第二個 第一個平安就是最四面 這一句的經文也說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留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藉著他劍萬有 無論是地上天上的都與自己和 是因為我們從前有罪的生命 我們不能夠與神相通 我們不能夠明白 祂做我們那個旨意和目的 但是我們認識接受了 罪得性滅 我們就好像這個圖 我們就藉著耶穌在中間 人和神就再一次溝通 我們的生命就立刻有神似的平安在裡面 一個無罪一身輕的感覺 第二個的平安就是 當一個人接受了耶穌之後 不是說我無罪就平安 但是神曾經 耶穌應祂國 祂會永遠與我們同在 God with us 在蔡亞書舊約 他提到 他的名字叫以馬內利 意思就是說 神應祂國 祂會永遠與我們同在 但是當他 主耶穌復活 離開了世上 他說我不會留你們成為孤兒 我派了聖靈 聖靈是一個真理的靈 是神的靈 與我們每一個信徒的同在 而有神的同在 就好像剛才那首的詩歌 他說最美的祖福 無論高山、深谷 你都與我同行 這個是最美的祖福 當未信主的時候 我曾經是覺得很孤單很正常 因為人生好像所有的波浪 所有的事情 我要自己去面對 沒有人會到我 但信了耶穌之後 不同了 我經歷到神的同在 無論每一個死隱憂谷 無論是大病 無論是有苦難 失意 我都不覺得孤單 我只是經歷到 更加越大的苦難 越經歷到神在我身邊 與我同感 曾經有個福音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在一個海沙灘那裏 有一個人在走 他說 爲何在我最危難的時候 我看背後 只有一對的族人 神跟他說 兒女 你見一對族人 不是你的 是我背著你來走開 今天無論你經過什麽死隱憂谷 其實神已經是幫你 帶領著 保守著你 並不是你一個人走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孤單靜寡 之後 我是這樣經歷到神的同情 你不再自己去處理他的問題 是神在你身邊去幫你 去幫助你 去鼓勵你 去安慰你 這個每一個信徒 當我們重生得救 接受了 我們會經歷到聖靈的內住 以至到產生了聖靈的果子 我們有平安在裏面 而這個平安就是 出人意外的平安 曾經 這位作者叫做Horatio Spaffer 他有一首很出名的詩歌 中文就是我心靈得安靈 英文就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他生於1870年那個年代 他的名字叫做Horatio Spaffer 是一個著名的基督徒律師 他也是一個著名的好朋友 那個叫做穆迪 當時在英國那裏 他們是好朋友 當時這個律師是住在芝加坡的 大家可能也有聽過芝加坡有一場大火 是很厲害燒光整個城堂 就是Gicago Fire The Great Chicago Fire 這個律師就是因為這個大火 將他所有一生的努力燒光 你想想 如果你一生的積蓄去做這個生意 全部一夜之間給我燒光 好像早幾天 Castial Valley 發生火警 那個market place 在我們church 隔一個 我們那個church 隔一個 兩個街口 哇 燒到穿了窿 半夜三點著火 那裏面有六種小生意在裏 那你想想 但如果他那些捐錢是一生的正常 你怎麼想 你覺得這樣 毀於一帶 你的寄望 你很多事要照顧親人 好了 那他當時呢 他在芝加坡的這個律師行 就是這樣一夜之間消失 那很大的打擊 那好了 因為他是基督徒 他就交給神祈禱 實給他信心 他一直沒有放棄 然後呢 在兩年的時間 他將這個律師行重遇 好了 他會成功之後呢 他就好了 他和太太 和四個的女兒 他四個的女兒分別是 兩歲、四歲、七歲、十二歲 就打算去旅行 省省省 那當 好了 林嫻呢 他又有些事要處理 那些生意 就說 好了 太太帶著四個女兒 你們坐船 她先出去 我遲些在英國和你會合 那當他們坐船 太太和四個女兒 很不幸 那船就撞一艘鐵船 去運送一些機器 當時在大西洋撞船 那船就很快就沉了 在船上二百二十六個女兒 而她的四個女兒 也不能夠 那當時呢 他自己都很慶幸 就是摟到一些木 飄浮了 有救生艇 救了 去到 終於去到 網上 他就發電報給他的先生 就是這個律師 他說 save alone 只有我一個人 能夠拯救 你想想他的心情 多麼打擊 多麼多 他的生命就是一波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兩年前才沒有生意 他是一個這麼堅誠的人 但是他現在四個女兒都走 那你會想想 如果很不可能 人會 為什麼呢 會放棄或者失業 那當時呢 他祈禱 他祈禱 他交給神 他再去 叫那些船長 帶回他去看 結果他看 回到那個境 那時候 他突然間 湧流了一個平安 他祈禱之後 神給了他一個 平安在裡面 他講不出 他就想到這首詩歌出來 他說 我的心靈 是很安靈 這個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因為如果是普通人 我們遇到誤誤議事 我們會失業 或者會苦大打擊 他也有 但是他的不同就是 他是有神與他同在 他經得起這個狂浪 在這個失業的環境 讓他看到 這個神 你賜給我的一切 你可以拿回 就好像弱伯一樣 在以撒那 他能夠有平安 那這首歌呢 他就 作了這首歌 他的歌詞一寸 他說 有時向平安 如江河平右穩 有時憂傷來似浪滾 好像我們的人生都是 當我們出其不要 以為很安靜的時候 得與其內 可能會有風浪 可能是一個大人 可能是一個意外 一些事情 令到我們不能夠平靜 他說 不論何故 我已經無主的引渡 我的心靈 是得到安靜 我們的分別就是 我們有神的引渡 所以我們是有平安 不是我們會遇風浪 而在風浪當中 神的恩典 與我們不同 他說 撒旦雖來侵 眾失戀 苦難不來流 但是有主的美證 在我手上 基督已經看清 我 不助之困境 金流月救贖我 賜安靈 當他思想下 他未認識 主耶穌之前的人生 那種的實樂 那種的迷失 他今天已經是一個生造 他只是說這個的恩典 我已經值得高興 我已經流淚 令我感恩 主耶穌為我們的罪 願意死 不是等到我們做得很好 他才為我們 而是 當我們仍是罪人的時候 他愛到 神願意采放一個獨生的兒子 為我們死 他為了這件事 他感動了他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功能 他說 回顧我過去的種罪 全部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只能想起這件事 我就會有心情奔唱 主擔了我的重擔 他懂得怎樣幫我 他奇妙的恩情 我要讚美他 我的心靈得安靈 在一個這麼大的風浪當中 他仍然是有平安 然後他最後的段話 求主快在 即是信心得曾見 雲彩將捲起再駐前 和浩洞聲吹響 主在林掌團 願主來 他有這個盼望 一個主在 將來一個新天新地 一個美好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今天的盼望 不是從這個世界 我們是從神那裏 他這個力量 是能夠是 戰勝苦難 是因為神的動作 這個就是信徒 第三種的平安 就是 這個是戰勝死亡的平安 因為我們有永生的反應 人生最大的 最大的憂慮人 最大的不安 就是懼怕死亡 死亡因為我們不知道 死之前很痛苦 又或者我們死了之後去哪裏 最大的恐懼就是 人不知道自己死後會哪裏 離開世界的時候 是充滿了恐懼 但是主耶穌 他已經復活 他已經得勝 他在所有信他的人 他說 我會賜給他們的永生 肉體的死亡 只不過是靈魂的釋放 是一個預備進入這個天國的開始 正所謂一個信徒 我們是似死不歸 肉體的死亡 就是釋放了我們的律動 進到一個更未間 就是天國的開始 所以 有人說 為何我們每人都會老呢 每一個人都會 就是老 身體會慢慢的衰殘 其實 這個是神的知之無謀的策略 來的 如果我們永遠都這麼健康 這麼好 我們就不想離開這個驅學 去進入一個神的根基 這個就是健康 人死後的世界 我們 人死後的新聞有甚麼呢 那保羅呢 他曾經在這個 科林島後書舉提過 他說 我 曾經 有一個人 在 他從14年之前 被提到去三層天上面 他說 他被提到這個樂園當中 聽見一些隱秘的說話 是人不可以說 這個奧秘呢 他又不可以說出來 但是 他就說 他就是 比如說 他說 在兩男之間的時候 我情願是 來世與基督的同在 這是好特無比 他們的奧秘又不可以 告訴你們 但是他 神被他 經歷了 這個現象 或者是去到這個地方 生路或者生路 這個他說 好特無比 有甚麼意思 但是 他就說 神今天擺在世上 我們有事情去做 不是說 我想離開他 不是 只不過 是不需要 懼怕 死亡 這個只不過人家的階段 每一個人都會是 老了 會追求 但是我們離開 去一個更理 因為主耶穌也都說 我去源氏為你這個地方 你不知道 我的家裡有很多的住處 所以 令我想起 我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我在 這個 加拿大 以前在Edmonton 我去這個 Edmonton 華人書道會 那位主任牧師就叫做 官士 康牧師 我知道他有很多兄弟 有個官士 康牧師以前都在外國牧師 那時候 牧師呢 他就患了這個 血癌 當時有個醫生跟他說 他說 他只有幾個月的命 那 就是幾個月的命 但是他幾個月之後又沒有事 那他就很忠心為神去牧會 繼續的要廣告 要開大牧會上去 那他很忠心 結果過了一年 他又沒有事 接著過了兩年又沒有事 那醫生說 現在呢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解釋了 那這個全部是神的工作 That's the work of the God that we cannot explain 那 就是大英俊華的討告 交給神 他一直就是繼續 上臺廣告 由幾百人的教會 過十點當中 一路一路升到去 差不多一千 很多人 多數都是很多的學生 很多當地的人都走來教會 那 跟著呢 到他還有一個星期 他跟我們講 在台上說 我現在知道差不多時候 天會要接海外了 但是你們不要悲傷 他說 你要整個橫額寫著 六反天教 你們要慶祝 他說 因為呢 我不是元傑 我是回到父神的身邊 這個更美好的天教 他知道的 他知道 不知道是否神跟他說 他說他還要去很快 只是他還有一個星期 就已經離開了 他是在安然的 在稅務 這樣來 是接去走的 當時最後那星期 我還記得 他是師母托著那隻手 很瘦 他都要上臺廣告 即為神 為神 他中心為神 過去那十年 他還寫了一本見證錄 叫做血癌十年 通常你血癌幾個月 頂東的一年多 他是十年 這個是一個美好的見證 這本書鼓勵到千萬的人 成為一個美好的見證 他告訴我們 不需要懼怕 今天我們上了主耶穌 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我們不懼怕死亡 我們這個是人生的必經階段 但是今天封聖的生命 他要告訴我們 並不是人所想的那些事情 而是在主耶穌的裏面 這個真正的生命 就在耶穌的裏面 才有 我們不要追求錯了 好了 上帝做人 為何會裏面有個風飢 我們是不滿足到呢 就算我們得到很多東西 就是這個神 要我們得著這個風飾的生命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渴望 得到風飾生命 才可以填滿這個風飢 在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娘 在約翰福音六章十五節 他說我是生命的娘 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 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 信我的必永遠不漢 這一個的 汗墓 這一個的空歸 就是主耶穌 祂是生命的娘 祂說要信祂 我們才永遠不會再有這個口漢 為甚麼呢 因為祂是生命的娘 祂是永生的活水 喝了祂的水 就是活水的方法 我們不會再學 這個生命的意義就在祂裏面 認識主耶穌 認識真神 獨一的真神 和認識祂差地的耶穌 這就是活生 在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也都說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生子 刺及貪污 要一切信他的 不置而防反得活生 所以耶穌來到世上 是因為祂愛我們 祂做我們出來 是有這個目的 就是給我們一個風聖生命 當世人認識的時候 祂因為愛的人 祂來成為人 甘願為我們的罪擔當 死在手指間 祂今天說 不是靠我們做甚麼 不是靠我們自己賺回來的生命 而是靠相信祂 一切信祂的人 不管你甚麼種族 不管你是甚麼的人 你只要信祂 就不致滅亡 本來我們會滅亡 但是今天我們反而 會得著這個永遠的生命 到底 你願不願意 得著這個永遠的生命 得著這個豐盛的生命 去接受耶穌呢 讓我們一起祈禱 天父 我們一生的年人 不過是要道苦守白 轉眼成空 我們非非對 和祢指教我們 怎樣算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能夠得著 智慧的心 因為人的生命 不在乎加到空頭 卻是在乎認識基督 因為凡認識獨一的真神 認識你所猜猜的耶穌基督 這個就是永生 這個就是一個真正的 封聖的生命 我們就不會再學 幫助我們 能夠更加的認識你 以至能夠真心去接受你 得著這個寶貴的封聖生命 奉耶穌基督聖和祈禱 阿摩